欢迎收看中视新闻全球报导 我是王一仲 新闻开始马上带您看到 在金门有一名19岁的驾驶 他疑似想要抢黄灯 高速地撞上了对象的轿车 两车弹飞之后90度翻覆 驾驶双双送一 另外在台中的台74线 则是有车辆失控暴冲 他轨切狠撞整排护栏 惊险的瞬间 全曝光 沿街黄灯驾驶踩足油门向前冲 不料路口也冲出一辆车 碰得巨响撞击了一道之大 辆车瞬间弹飞 90度转了一圈 零件也跟着喷飞 肇事叫车整辆卡在路边 电线杆几乎撞成废铁 5号下午在金门县 金虎镇移出路口 于是男子抢黄灯的下场 不仅害自己受伤 无辜骚扰的女驾驶 也被扑击双双送一 同样惊悚车祸的还有这气 骑士被喷飞 物品炸出 究竟为何会发生车祸 把时间倒回去 当时骑士通过路口 违规朝车 或者没减速冲过来 骑士禁忌右上 躲不掉 当场被撞喷飞 路内出血 一度昏迷 另外在台中 台74线 则是有车辆失控 平时车狂风急迟 先是突然平一车道 接着失控打滑 急切内侧 高速撞上分隔道 刷掉整排护栏后 翻轨一圈 整辆被甩飞 我真的吓到 我真的吓到 Oh my God 货房车上两人吓到 惊魂未定赶紧报警 幸好驾驶命打 只有轻伤 究竟是否有飙车 警方还要厘清 而在金龙一辆连接车 以四转外没算准车距 托板勾到 耗置电感 瞬间连根拔气 6号早上在明德一路上 招式驾驶 当时要去欺读拖货柜车 想不到在路上就发生意外 导致近百只的监视器瘫痪 不过庆幸的是 没人受伤 但也将面临高额的赔偿费用 记者李俊龙 红登基组报道 新北市永和 在今天凌晨传出了枪响 有一间KTV外面 发生了酒客的冲突 警方到场之后 看到了诚信男子 他身材魁梧 失控 无法制止 最后鸣枪来贺阻 连同现场总共有七个人 都被带回来派出所 讯后依法送办 几方对抗鸣枪 瞬间所有人 不敢轻举妄动 乖乖就范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 一群人几乎打成一片 男子全身酒气 讲话含糊不清 步步逼近 出手推紧 拉扯援进 挑战攻权力的下场就是 鸟被大外哥牙齿在地 在旁有人见状情绪急动 辱骂不雅自演实在夸张 对抗名江市井 这家终于控制住场面 六号凌晨四点多 新北市永和符合路上一家KTV外 一群人唱歌喝酒准备离开 诚信男子认为 阳心有人送他女友的妈妈上车时 毛手毛脚 两人从口角变成大邪户殴 警方道场眼见对方身材魁梧 这只无效只能勉强恶阻 而时隔近十二小时 杨男似乎还在醉 为何被朋友殴打都没有影响 一群朋友利用小周末开心俊才唱歌 最后变调不但撕破脸 这下还统统被依马送办 记得叶伟林对冠新北市报道 新北中和有一对情侣吵架 这个男朋友恼羞成怒 他竟然拿水果刀砍伤了女友 连帮忙夺刀的干儿子都被划伤见血 他穿着四脚裤赶快逃命 另外在北市的松山区 也有前任男女朋友 因为房租的问题争吵 男方被控持刀攻击 被保全压制 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 持刀的这名男子 他的身份竟然是 星光大道走红的知名歌手 谢正廷 光着身体当街狂奔 男子顾不得只穿四脚裤 还打着赤膊疯狂把腿跑 就怕再不拼命逃 下秒就没命 因为后头有人拿刀狂砍 竟还是他的 干爸爸 救护车道称 紧急把被砍伤的赤膊男吉 他的干妈一同送医挥刀砍人 谢贱民宅境 发生在人口密集的 新北中河景平路住宅区 留下嫌犯与夜姓女友 任了汪男当干儿子 三人同居 日前侵略了 劝一位家用支出 争吵女友破口大骂 不要看我 要把对方赶出门 男友遗气之下 拿起水果刀挥砍 不但女友血流如柱 帮忙夺到的干儿子 夜见血 六星嫌犯如今被一伤害罪起诉 不过抄家亮刀的还有他 眼睛男带刀 在松山区街头 跟女友暴炒 参遭抱拳压制 先生我跟你讲 你刚才有持刀 有伤人自杀行为 我现在依法对你实施管束 被控持刀攻击前女友的 竟然是歌手谢震廷 不但曾获第二十七届 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更和杨宗伟林佑佳 都是星光大道同届选手 被爆伤人 他走出派出所鞠躬 求平反 再重新申明一次 我并没有拿刀砍向任何人 强调是和前女友 因为房租押金爆口角 先前为了出唱片 借高利贷 攜带防身的刀 才掉了出来 不过谢震廷出道后 正义缠身 昔日才子 这回因为刀子 再捅娄子 记者中成良 黄玉兰新北台北报道 洗衣球的颜色很鲜艳 但却被老人家务实下肚 原来是发生在彰化二龄 有老人家收到了竞选小物 洗衣球 没有用过也没有看过 还以为是糖果 就一口吃了下去 有人严重呕吐 甚至还送医洗胃 专家就说 洗衣球属于强碱或强酸 不要催吐 更不要狂喝水 第一时间必须立刻送医 洗衣球有蓝有绿 小小一颗 颜色鲜艳讨喜 成了候选人 竞选文宣小物 没想到有老人家 没看清楚包装标示 竟然把洗衣球 当作糖果给吃下肚 把头上来加一口 一口吃 要是这样 搞笑 阿嬷苦笑 她说这辈子从没看过洗衣球 还以为是候选人发放小糖果 但这糖果怎么不是甜的 而是苦的 乡下地方 部分老人家没用过洗衣球 传出务实案例 大约10人 医院接获通报 80多岁老人家 吃了洗衣球又苦又涩 狂吐整晚 最后灌肠洗胃 给予止吐剂 吸附剂 将残余的剂量排出 洗衣球属于高酸或高碱性物质 假使务实 不要吹吐 不要灌水 必须立即就医 初步统计候选人一共准备 23万份 总计46万颗洗衣球 已全数发放完毕 没想到选举文宣 惊喜小礼 最后成了惊吓小物 记者陈生伟 从广内吴庞星 彰化报导 高雄三民区 有一所国小的学生 在中午放学之后 被其他的家长执击 竟然拿着疑似瑞士刀 朝人挥舞 疑似小孩带刀上学 实在太恐怖了 连附近的居民都说 之前曾经看到学生玩萝卜刀 会不会是有样学样 由于北部才刚发生 国中割警命案 附近的国小校长表示 还要查证是哪里的学生 警方则是在放学的时候 加强巡逻 中午放学时间 人行道上 三名国小学童嬉笑大闹 但仔细看中间这一位 手里一次拿了一把瑞士刀 再挥舞 左边的露出牙齿大笑 右边的手笔 另一位同学 有家长接孩子放学 回家看到吓坏了 我想说那一只不是 就是瑞士刀 是另外一个同学走过来 我现在都没刀了 后来被老师发现了 老师就给他没收 连父亲居民也看过 小学生玩刀 地点在高雄三名区 家长担心成为国三刺警命案翻版 照片PO上网后 玩友调侃 现在不带刀都不好意思出门了 不是萝卜刀没事的 送小孩去学 躲刀术跟仿生术吗 太夸张了 这是谁的干哥哥 就是交易失败才会这样子 现在家庭跟学校没有 附近国家校房还在调查是否自己学校学生 也会厘清到底是瑞士刀还是塑胶刀 前方则是加强巡逻 避免缺痛觉得好玩造成误伤 记得后复人王书宏高雄报道 台中风源发生了汽机车行车纠纷 双方呛瞎还动手 甩棍安全帽全部都用上了 当街上演全武行 另外在板桥则是有消费纠纷 客人跟老板打成一团 还开车冲撞 另外在高雄则是有少年逛夜市被掳走 原来是因为他欠五万块没有还 被四个人围殴 一名男子池水棍狂殴 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砸安全帽回击 台中风源行车纠纷 汽机车差点擦撞 驾驶气炸下车呛瞎 反被对方二打一痛殴 酒吧门口多人扭打成一团 边吵边动手 其中一方还开车撞人 板桥酒吧客人 跟老板互殴甚至气到开车冲撞 理由居然是不满被多收包厢费 双方原本是朋友为了八千多元反目成仇 民众募集四台警车狂飙冲进夜市 大批警力包围停车场 居然是有人当街掳人施暴 高雄瑞丰夜市监视器拍下 少年在刚租台突然被一堆人拉下椅子 驾起来就往外走 居然是要讨债 两名少年有五六万的借款关系 在夜市巧遇就开始催讨四个打一个 债务问题当街掳人围殴还好只受轻伤 现在也被送办 记者金线中郭怡珍综合报导 在台北市有一名男子他到彩券行看NBA的比赛 期间他下注了两万元说要等到比赛完再付款 没有想到输求了他竟然谎称要去领钱 然后就落跑了 另外在桃园则是有一名男子他搭小黄 说要下车拿行李 结果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个问奖气得报警处理 财券行门口黑衣男下注买运彩 却在供估后才说自己没带钱 使用拖延战术店员觉得有问题 才刚打通110 黑衣男转头小跑步店员跟着冲出去 人已经不见踪影 超级恶劣不是恶劣而已 我是领人家的薪水 我等于这个月就白做了 5号上午11点多这名年约30多岁的男子 来到台北大安区这间彩券行 场中买了NBA精快队勇士下注2万 过关就能拿到3万5 没想到他发现比赛输了 借故去领钱实则逃之遥遥 第一设犯诈欺罪前受理在案 反过犯行特征 调阅监视器权力查期到案 而原来就在事发前一天 他也用相同手法先下注等开奖 当天幸运过关领走奖金 这回输了直接不付钱玩霸王彩券 桃园则有男子搭小黄去中壢 跳表605元去坐霸王车 方称要先去拿行李 余光瞄一眼驾驶 下车后直接走进巷子闪人 问江大哥苦等半天 才发现对方走就开溜 欺诈报警处理 希望江人深知已发 记者综合报道 在半夜睡觉的时候 隔壁邻居传来用汤匙 敲打墙壁的扰人声响 原来这是求救讯号 在台中有一户人家 他不满邻居半夜 发出这种扰人的噪音 他打电话来检举 远警上门查看 才赫然发现 原来屋内有一名66岁的阿伯 他不小心从床上摔到地面 加上他酒病不良于行 勤急之下才会用汤匙 敲打墙壁来引发注意 没有想到这一通检举噪音的电话 也应外成了救命关键 铁字汤匙敲打墙面 发出刺耳声响 尤其在半夜更是扰人 台中风源有民众打电话报警 检举隔壁邻居扰人噪音 没想到一通电话成为救命关键 差一点点 66岁阿伯被远景及家人 合力抬上床 因为他全身死不上力 双腿挂在床边 那个脚要不要先把他想骂他 不然他要滑下来 是在敲说要请你们下来帮他这样子吗 靠着一根铁汤匙脱离险境 事发在三号凌晨 台中风源一名66岁阿伯 不慎坠床又无法自行起身 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靠着手边的铁汤匙 不断敲打墙面 声响吵醒隔壁邻居家中的小婴儿 哭闹不休引发注意 隔壁住户不断传出敲打墙壁声响 十分扰人 住在楼上的家人没注意到敲打声 反倒是隔壁邻居被吵醒 一通检举噪音电话意外救人性命 记者杨森吴彭新台中报道 选前的最后周末 各阵营都在路口扫街拜票 要拼选情 不过在台北市却有上班族 他不满竞选团队使用扩音器 吵到他没有办法午休 他气到上街大骂 要求这个蓝绿都关掉扩音器 另外在桃园则是有立委候选人扫街 疑似交管太久了 民众等到爆气 汽车族狂按喇叭 行人也狂喊太夸张了 不堪造势声响 上班族朝竞选团队破扩框骂 只见阿姨们急忙关掉扩音器 但民众还是难忍怒火 继续走到对街朝绿营助选人大骂 武秀被吵到睡不着气到不行 蓝绿各打五十大板 但绿营重选团队高喊民主 却对眼前民意视而不见 甚至还拖对街蓝营下水 选前最后周末 捷运善导四站周边观光客 上班族人仇众多一个街口蓝绿 各自插起博选情引发民怨 应对民意态度大不同 而在桃园中立这处路口 红灯管制好几分钟 等扫街车队通过民众气炸表骂 小美潜艇自家立委候选人扫街车队 行经路口车辆喇叭神四起 伴随民众怒火四射不满手势 咆哮怒骂 原来是浇灌红灯实在灯太久 不只机车族抗议行人连个小马路都过不去 气得破口狂喊狂抱怨 选前关头各阵营把握冲刺 想不到影响民声冲出敏怨 高雄连池潭的龙虎塔正在整修当中 为了要遮蔽阴架观光局跟庙方仿效法国巴黎的圣母院挂上了1比1的实体美化图 但是没有想到却被说根本像是灵谷塔一样 这个说法让庙方非常的生气 说这是极度亵渎神明 另外在台南则是有一排商店街 他都挂上了搞笑的布条 原来是希克的怪招 想要吸引民众上门 高雄连池潭致命经典龙虎塔整修中 但最近观光局避免它看起来太像工地 参考法国巴黎圣母院挂实体1比1 返布美化图但是却 连说粉丝团狂穿乍看像林谷塔 底下网友也来疯狂留言 这是台式美学吗 符合高谈室 有够晦气的是另类高雄双塔 第一眼 有点像 是有点像 林谷塔整修装饰 被民众跟网友说像是林谷塔 妙方气不过贴公告 嘲讽向林谷塔极度亵渎神明 严正谴责 来污衊我们的新民 现在那个就比较少了 同样是美化 台南的这一整排定家 则是不约而同挂出红布条 最中间饮料店你好大胆 饮料店这么多还敢开 右边小吃店挂隔壁疯了 我们是老店 我们也要望一望 左边小卷米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刮布条 火锅店则是一整排店都拉布条 我不拉好奇怪 吸引民众打卡拍照 蛮有创意的 就被吸引过来 会有想要去看看的感觉 想说找隔壁的一起 把那个布条挂上来 这样的话 这边就会形成一个景点 红布条让生意变好 未来考虑换更有个内容 高雄龙虎塔虽然也是利益良善 但美化图因为造型关系 飘铃骨塔封整个大歪楼 记得蔡吴言王书宏 高雄台南报道 2024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的 抢票关键黄金州 侯康佩回防本命区新北来大造势 他们痛批赖清德跟民进党 选举只靠抹红就没有别招了 更担心如果赖清德当选的话 台湾会沦为战场 赵少康更狠上赖清德 他说他自己当选才能够维持和平 简直是今年的最大笑话 总统大选黄金州侯康佩回防新北本命区 合体站台大造势 支持者挤爆现场 邀请呐喊冻蒜朝热情 后期一上台就把炮口对准赖清德 说他选举只会靠默红 连费时的事情 他也说中共介入 罗智正不雅的影片流露出去 他也说中共界限 无法笑死人 不然你如果超清楚 罗罗牧师的事情都在界限 算计算也不算 侯友宜来终结一切 往赵超康联手 赵总统或总统终结所有的诈骗 贪扶 费死 台独的影战 以及失衡的民进党好不好 好 连美国智库都认为 台湾已经成了第一级风险区域 后期抨击落赖清德当选 后果不堪设想 韩国瑜则公开喊话 要韩粉团结支持侯康佩 大家一定要集中选票 全台汽车通勤的人数众多 根据监理战的统计 台湾汽车数量突破了1449万辆 而最近有机车骑士票选上路的必备小物 升量最高的就是机车的行车记录器 避免遇到纠纷的时候难以釐清 另外还有手机支架 还有车用的充电器 全部都榜上有名 一起来看专家教你怎么挑 戴上安全帽 划上机车 根据监理战 112年8月统计资料显示 全台机车数量达到1449万辆 等于每个人有1.6辆机车 而有些小物配备 更是上路不可少 T字路口 汽机车猛力相撞 目击的民众全看傻 缺了行车记录器 罩则更难以釐清 网友乐意上路必备第一名 就是第三只眼 行车记录器 常见的行车记录器 一种装在机车前后 价格从两三千元到破万都有 一般通勤族业者最推荐 中价位六千元左右 画质甚至可以达到4K 那一种则是家装的安全帽庞 优点是机动性高 连续录影时间最高达八个小时 通常根据需求选择 不过两者都要注意 得有广角功能 行车记录器是一定要的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你到不熟悉的地方的话 你可能就是用手机放在那边点 那你手拿的话也不安全 另外随着外送产业兴起 上路导航需求大幅增加 手机支架以及车用充电器 名列必备用品第二以及第三名 而挑选时千万要注意 手机支架的话 目前也是需求性很高 最大的差别的话 就是它的降震的一个功能 充电座这种东西 当然是原厂是最好的 外加的就比较容易会有损坏 最后还有不少配件 被骑士们指定随身携带 像是手套防风防摩擦 近年还得有荧幕触控功能 还有雨衣口罩党与党灰尘 另外随着通讯需求增加 蓝牙耳机也是不少人的口袋名单 就在这边完提 特别报道 礼拜天会有第一波东北季风南下 银封面的云量会增多 气温会略略的下降 桃园以南影响比较小 但是到了下个礼拜一 二东北季风逐渐的减弱 气温会小幅的回升 不过中层云的一路 北部跟东半部还有中部的山区 会有短暂雨的几率 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有飘雪的几率 要注意下个礼拜三 第二波干冷空气难移 气温会骤降 可能会达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等级 至于下个礼拜五投票日的天气 则是开始好转 白天北部舒适 南部稍微偏热 但是日夜温差仍然比较大 所以早出晚归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的留意 阿里山季节限定的美景 顶时照琉璃光又来了 光影云雾变化 形成了奇幻的美景 就像人间仙境一样 因为东北季风带来低温 跟湿度日夜温差比较大 才有机会遇到 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 甚至还红到国外 有德国的游客 特地来台湾旅游 拍摄璀璨梦幻的琉璃光美景 山区云雾缭绕缭缭 点缀着五颜六色灯光 景色不断变换 如同梦幻前景 薄沙庄云雾折射民宅灯光 路灯以及招牌 形成琉璃光一样的缤纷色彩 透过慢速拍照或缩时摄影 在山头形成云海瀑布美景 这也是嘉义阿里山秋冬限定美景 只要冬季然后东北季风来 然后温度过低 要形成游离光云铺美景 除了必须是秋冬季 还要有东北季风 低温搭配湿度85% 可遇不可求 但只要每到冬天寒流暴到 就会有摄影玩家 来到石桌蹲点拍下梦幻影像 甚至美景也红到国外 有德国远方游客前来观赏 那个满海比较重的时候 有时候受到满海影响 他就没有天空的景象 摄影玩家说 陪宰桶领到是最佳拍摄点 茶月和远方山头交错出 流离光美景 再加上壮阔云铺 人间心境就此降临 记者后观王书宏嘉义报道 想要长寿其实一点都不难 美国有研究发现 有八招长寿的秘诀 包含了运动 吃饭和睡觉 改变生活习惯 不管男生或女生 就能多活20年 甚至连走路的快慢 也会影响寿命 可以多活15年 休闲时间跑步运动 睡觉吃饭 简单生活习惯 却可以延年益寿 美国研究出八个长寿秘诀 只要照着做能多活20年 第一是积极运动 激烈篮球比赛或慢跑也可以 第二个不滥用止痛药 国外很多马非成瘾症 不能依赖药物 再来是不抽烟 戒烟能多活好几年 想长寿还必须对自我 有良好的压力管理 情绪崩溃也要有发泄管道 还有植物性饮食 靠自律多吃蔬果 有酗酒毛病 也要改喝多伤身 以及良好睡眠 养足精神 最后一项是 拥有良好且稳定的社交关系 常寿八个秘诀 如果从四十岁开始做起 平均能比没做的人 多活二十年以上 如果从六十岁开始 也能增售十八年 还有研究指出 走路快慢跟寿命也有关 快步走比慢慢走 多活十五年 一个人走得越快 他的心肺能力 成年人每秒走两到三步 老年人每秒一到两步 长寿八秘诀 运动睡觉饮食 戒掉坏习惯 轻松比别人多活好几年 长寿秘诀 不妨试试看 高端疫苗的资料迟迟不公开 微服部长薛瑞源 他还被爆料 在上班的时间率领高官 密会赖清德进班的干部 再也就齐哄 哪有什么不能公开的秘密 真的令人很火大 而现在高端的资料 要不要公开 似乎还扯进了 民进党的派系斗争 高端资料打死不公开 即上周 踢爆高登股东会录音 暗指EUA审查委员 会一路开绿灯稳过 1月2号股东名单 跟着大曝光 破千人都是民进党员 隔天 卫副部长薛瑞源竟然在上班时间摔队密会 赖清德进班总干事潘梦安等人 时间太敏感 民进党说这是讨论临时会 再也狂轟扯谎根本是串供大会 从赖清德口中 说赞成公开高端合约 如今整整过了一个礼拜 却看不见半个影子 陈时中更是很打脸赖清德 封存里面早就跟大家报告过 公文都有一个保存的期限 我们高端是保密五年 跟赖清德的竞选总干事 潘梦安有什么关系 丰马牛不相及 到底有什么避命要这样掩饰 赖清德主张公开高端合约 但小英爱将陈时中说是机密 高端争议外界怀疑 是否跟民进党派系内讧有关 高端还被踢爆 股东们近年累计捐给绿油 有高达四百四十一万元 陈时中在你选举的时候 你又接受了这些政治现金的 捐赠的话 这就变成有徒利啊 高端深水炸弹引发议论 仍然持续发酵 记者张佑茨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总统大选倒数七天 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选前最后一个周末 选在台中举办造势晚会 在大力的活动现场 人潮逐渐涌现 我们来看现场的最新画面 我们一定要来决战中台湾 巴尔阿贝 柯文哲 送进总统府 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更多的 部分区立委我们的战友们 持续地来到巴尔阿贝 来加持 我们接下来要来欢迎到 下一位的演讲者 他是我们的陆沛代表 是我们的新著名代表 大家知道在台湾 有大概38万名的陆沛 如果加上他们的家人 他的先生也好 他的孩子们也好 将近有百万人 所以民众党我们强调多元共荣 我们强调要有更多更多 不同的声音进到我们的国会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 欢迎我们的部分区立委候选人 历生秀 欢迎 柯文哲昨天表示 在台湾选举史上台中 是一个摇摆州 所以只要在台中赢了 大概就是赢了 选前的黄金州 柯文哲锁定中部一整天 都陪同立委候选人来扫街 被认为是缺乏陆军战力的 民众党晚间大造势 也展现了难得的气势 一路到晚上十点 力求争取更多的中间选票 选前最后一个周末 彰化的立委候选人 谢一凤跟助选谈 一早就来到了北斗市场来拉票 跟婆婆妈妈 摆干净 摊上还送上了象征好运的菜头 来表示支持 展现谢一凤在地方上的高人气 朝气蓬勃 元气满满 国民党彰化现立委候选人 谢一凤周六一早来到北斗市场拉票 摊上热情送上一盘满满肉粽 祝福高票当选继续连任 一双手接着一双手 每个摊位一一败票 展现亲和力 攀伴上夹热情送上象征好彩头 冻蒜的菜头跟葱蒜 面对其他对手来势汹汹 谢一凤凭借强大助选团队 与婆婆妈摆干净 虽然说我们没有总统 没有行政院长 没有部长来帮我助选 但是我有基层的民意代表 我们希望在选战之后 我们在一起携手努力 为民众做事情 神跟地方一步一脚印 从婆婆妈妈的反应 就能看出谁得民心 要在选前最后一个周末 努力败票 为了保住张花一席 全力冲刺 记者张花报道 有一群游客 他们到墾丁的一间动物园 想要喂水豚吃草 但是竟然一伸手 就呼巴掌 还拍屁股 还用水扑脸 可爱的水豚被吓到跳了起来 动物园里游客靠近 胖兔的水豚 手拿一大把草想喂食 但水豚可能吃饱了 不理会没想到 一群年轻人一巴掌 直接呼过去 还哈哈大笑 水豚被吓到原地弹跳 但恶搞还没结束 水豚同样不吃草 直接走掉 却被年轻人 朝屁股用力拍下去 水豚似乎受到惊吓 已经完全不想靠近人 但年轻人却朝脸部不断泼水 这处动物园在墾丁 欺负水豚影片 po上网网友狂轰 超级没水准 滚回动物园 别秀下线了 我们建厂工作人员 看到后 有大征赫止他们的警卫 欺负没有反抗能力水豚 可能造成死亡 但如果对象换着猕猴 可就踢到大铁板 猴子 好大只 好肥 尾虧猴还嘲笑又大又肥 似乎听到关键字 猕猴突然停下脚步 转头回一马腔 刺牙咧嘴开始狂吹 拍摄民众则是拔腿逃命 对不起 对不起 繁殖季节道 雄性猕猴体格比较大 因为被尾随才会威吓驱赶 提醒民众不要故意骚扰 以免被抓伤 遇到温和水豚也要有礼貌 不要刻意捉弄 呼巴掌拍屁股或泼水 可能会把水豚吓到小命不保 记得中传王书宏 屏东高雄报道